同性受制 我們在這邊要談一下有關於 2020年的 人士 語言的一個排名 我們主要是根據 兩項的報導一個是IEEE Spatron 2020 的一個報導另外一個叫做 TIOBE的index 應該18月份的一個 正式語言的排名 根據這兩份報導 我們來做看一下它目前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好那我們先到那個 Spatron IEEE這個網站 它這裡面 有一篇 報導這個當然是在 2020年 7月22號的 文章 它這邊主要是說 2020年主要的城市設計的 城市設計語言 這裡有個標題 原則上就是 Python 目前來講就是 混居守衛 Tobo也透過 這個疫情 的關係呢 它有一個大幅的一個成長 好 那 剛來講的話 當然 Python 是特別是在AI 以及機器學習上 大數據上面呢 它得到了 很大的一個注意 好 所以這幾年來 來講的話 Python當然在 所謂的城市設計的 語言的排名呢 它一直都是排在很前面 好 所以這個當然是 並不意外 另外一個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它的 今年度的那個 史達的 城市設計語言的一個排行榜 第一名來講是Python 第二名是Java 第三名是C 第四名是C++ 那 這個一般來講的話 前面的排名大概都是蠻固定的 大概都是這幾個 第五名的話是一個 Squid 叫做Squid 這個 只是用在 網頁設計上面 它可以排名 跑得蠻前面的 另外一個是R 那這比較 特別就是說 它把Arduino 一般來講 Arduino呢 會把它視為 算是 C語言當中的一個變種 然後它這邊特別把 Arduino 把它 獨立出來 那 在這邊的排名 它是排名第七 然後再來是Go Suite 啊 付費軟體 MateLab嘛 它也 到第十名了 這邊當然有一些 它相關的一個說明 呃 特別這邊說到了Arduino呢 呃 之前的話是第十一名 現在到第七 呃 呃 OK 它這裡 呃確實也是把Arduino 呃 從 CC++ 呃 把它分出來 好 呃這個是 IEEE Spectrum的一個 排名 呃其他的排名 當然 當然不見得會把Arduino 另外把它獨立 獨立出來 呃 呃 好 這一段倒是比較有意思 就是因為COVID-19的一個大流行 呃 對COBO呢 它 有個蠻大的一個躍身 喔那原則上來講的COBO是一個蠻老的一個城市語言 呃 呃 OK這個是倒是 倒是蠻蠻特別的 哈 好 那這是有關於 IEEE Spectrum的一個排名 它一年 排名一次 當然 也 在下面討論川當然也有人說 另外一個主流語言像是sheeshop跑到哪裡去了 呃 呃我們如果看去年的他的 相同的一個排名來講的話 是去年的 去年的我們可以看 前面的 幾項城市語言的排名 大概 前四項大概都是維持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呃去年屈下排第7名 呃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2020年它 把它甩到很後面去了 好 那這個 這個當然是 呃 每個機構啊 它的一個排名方式 計分方式 不太一樣 好 好 好另外我們 再去觀察另外一項排名 這是所謂的 TLOBE的一個index 那它這個是每個月它就會排名一次 呃 所以 如果你要看比較長期的觀察它這邊的資料比較詳盡 好 那我們看它的前幾名來講 它的第一名呢 是 西語言 西語言是一個蠻早的一個 城市語言 呃原先 都是在第一位的是java 呃現在變成第二位了 呃Python它並在 它們的排名裡面它並沒有拿到冠軍 然後第四位是 C++ C++ 並沒有像IEE Spatron把它甩到很後面 然後再是 VB Visual Basic 呃Jarscree的排名也沒有那麼前面然後再是R 再PHP 再是SQL 好 這是它大概排名 另外 在 IEEESpatron排名第10的MATLAB在這邊的話是排名 沒有那麼前面 它是排名第16 好 那如果說你要看它比較長期的一個走勢這邊啊 其實 就有 像是Java的情況啊在這邊的話是 應該是 比較接近黑色的顏色 啊它 差不多是在 幾個月前啊它被 C把它追上去了 C的話是藍色的 所以這是比較長期的一個走勢 好 那如果說你要觀察 20名之後呢 像這邊有一個有一個城市語言倒是蠻值得關注 就是一般小朋友 在使用的一個Squatch 啊它在這邊排名 其實來講也算是蠻前面的 啊 達到22名 好 那Cobo在這邊的話 啊 28 它 如同前面所講到它是一個很老的一個城市語言 好 好 我先講到它 就算了 我先講到它 在這裏 你會講到它 好 好 我先講到它